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新的冬季干旱记录 法国气象局2月22号星期三宣布 法国大都市已经有32天没有任何真正的雨水 因此这是自1959年开始有测量数据以来最长的干旱期 甚至超过了2020年3月17号至4月16号期间的31天 这个干旱期可能在周三就会结束 因为预计周三会有降水 法国气象局说 当法国上空的累计降雨量低于1毫米时 就会使用五雨日这一气象专业术语来表达 干旱的情况之所以更加令人担忧 是因为它发生在冬季 这是一个关键的地下水补给期 而且是在2021年8月以来长期降雨不足的情况下 根据法国气象局的数据 9月至1月的降雨量接近正常 只有10月例外 但2月份的情况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23年2月预计的降雨量将会比往年少一半 在委内瑞拉许多人发现自己正在努力追赶生活成本 因为在加速的通货膨胀中价格继续上涨 在首都的一个食品市场 价格迅速变化 有时是在几个小时内 随着飞涨的物价冲击着委内瑞拉人的口袋 而工资却在不断下降 去食品店的短暂访问可能会成为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应对不断上涨的食品成本对顾客和商人来说也很困难 1月份 委内瑞拉的月度通货膨胀率跃升至39.4% 而12月份的通货膨胀率为37.2% 根据委内瑞拉金融观察站的估计 同比通货膨胀率为440% 这是在过去21个月中增长最快的一次 为了缓解价格压力 政府实施了新的经济政策 包括允许外汇自由流通 固定汇率 限制公共开支和增加税收 然而这些措施似乎并不足够 政府的支出和对美元的需求超过了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 而当地货币玻利瓦尔不断贬值 经济学家担心重新进入一个新的恶性通货膨胀周期的高风险 在价格飙升的同时 一些商人已经决定削减他们的利润率 自去年以来 鸡肉 牛肉和猪肉的价格也有所上涨 但餐厅提供的沙瓦马 三明治和汉堡的价格却没有变化 尽管跟上成本上涨非常困难 美内瑞拉人继续适应几乎每天都有价格变化的严酷经济动态 也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当地时间2023年2月20日 土耳其哈塔伊省 当地接连发生两次地震后 伤者被转移至医院 2月20号 土耳其最南部的哈塔伊省发生两场地震 距离该地区发生大地震仅两周时间 根据灾难和应急管理主席的说法 其中一次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20.04分左右 在哈塔伊德芬区 震级为6.4级 而另一次地震发生在三分钟之后 震中在哈塔伊曼达格省 震级为5.8级 该地区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几个国家都有震感 根据央视新闻的最新消息 土耳其内政部长索伊卢20号晚表示 当天发生在该国哈塔伊省的地震已经导致三人死亡 213人受伤 当地时间2023年2月20日 乌克兰库比扬斯克一名妇女走过被空袭摧毁的建筑物 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 俄军宣布控制了巴赫木特北郊的帕拉斯科维耶夫卡镇 该镇恶手通往巴赫木特的北部铁路线 俄军还在红利曼 顿涅茨克 库比扬斯克和扎波罗勒等方向 消灭部分乌克兰士兵 俄军防空系统击落15架乌克兰军队无人机 当地时间2023年2月20日 韩国首尔 首尔火车站的新闻显示朝鲜发射导弹的图像 韩国军方表示 2月20号朝鲜在其东海岸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 两天前 朝鲜恢复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试验活动 当地时间2023年2月19日 美国俄亥俄州 当地列车脱轨 导致有毒气体扩散事件持续发酵 当地居民接连报告出现非常糟糕的症状 并担心事故影响将长期化 当地时间2023年2月20日 巴西圣保罗州圣塞巴斯蒂安 航拍暴雨后的山体滑坡 巴西当局表示 在巴西东南部圣保罗州的周末狂欢节期间 暴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 造成至少36人死亡 当地时间2023年2月20日 日本静岗县合金 一名女子带着一只狗 在盛开的樱花下散步 在这个位于伊州半岛东海岸的小镇 樱花会比正常情况下提前两个月开花 当地时间2023年2月20日 阿联酋阿布扎比在国际防务展上 一名游客在观看狙击步枪的瞄准镜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